Hello 大家好,我是Aulaiis 今天我會教大家如何計算Larsperius Index和Parsher Index 學完之後就會懂得如何計算CPI 即Consumer Price Index和GDP Deflator Larsperius和Parsher這兩個字好像很深 其實他們是兩個德國經濟學家的性 他們就發明了一些方法來計算Parsher Index 我就作了一個例子來解釋如何計算 這裡就假設了一個closed economy 即是它沒有出口沒有進口 它也只是生產X和Y兩種物品 在第一年和第二年之間 它的產量和價格就展示在表面上 如果我們要用Larsperius Index的方法來計算Parsher Index 其實我們是計算Consumer Price Index 即是CPI 講到計算CPI 其實一個重點就是我們永遠要採用Fixed Basket of Goods and Service 即是一個固定一籃子的產品和服務 如果假設Year 1就是Based Year的話 所謂的Fixed Basket 它意思就是我們永遠都要採用第一年 即是Based Year的物品的Quantity來做計算 由於我們假設了第一年就是Based Year 所以第一年的CPI就不用計算 一定是100 這裡我們直接由第二年開始計算了 你看看這個公式 它就是計算我們將我們第二年要買Fixed Basket的Expenditure 再over 然後我們在Based Year買同樣的Fixed Basket的Total Expenditure 再乘100 這個公式的含意就是 我用今年的價格去買Fixed Basket的總開支 是比起Based Year的時候 我買同樣的Fixed Basket的總開支是多了多少% 所以你看我計算的時候 我的數量就用Based Year那個 因為我們現在要用Fixed Basket 但是價格呢 因為我們現在計算第二年的CPI 所以價錢我們就用第二年的價錢 那就等於8件乘4元 再加上3件乘9元 這個就是我在第二年買Fixed Basket的總開支 但如果我要在Based Year買Fixed Basket 那我就要用回我們在Based Year的時候的價格 成分Based Year的數量 那所以就是8件乘3元 再加上3件乘10元 如是者就要計算到答案是等於109.2593 那它的意思就是我在第二年買Fixed Basket的總開支 是比起Based Year的時候 就會是多了9.2593% 再來我們就要介紹這個Presture Index 那如果你用距離計算Pys Index的話 其實你就是在計算GDP Defleator 那關於GDP Defleator的計算方法 其實我在一些關於DSE Econ的影片 我都會教過的 不過我都會很快地講一次 但快得來也是很清晰的 如果我要计算第二年的GDP Deflator 我们计算方法就要把第二年的Normonal GDP 再over第二年的Real GDP,再乘100 第二年的Normonal GDP就很容易计算 你只需要将每样物品的Pice乘Quanty加起来就是了 所以这里就是7件乘4元,再加上2件乘9元 重复一次,你计算第二年的Normonal GDP 你用的Pice和Quantity都要全部用第二年的 但是我们去计算Real GDP的时候 我们用的价格就用Base Year的价格 因为Normonal GDP有第二个名字 它也可以叫做GDP at Constant Market Price 即是它是保持了价格不变 但是数量就用Current Year 所以这里的计算方法就是我们7件乘3元 再加上2件乘10元 它永远都要用Base Year的数量 这里顺便说多两句 为什么我们计算Real GDP的时候 一定是要用Base Year的价格 这个就要由Normonal GDP说起 当Normonal GDP上升的时候 它背后的原因可以是因为Pice level上升 亦都可以因为Quantity上升了 但是你试想一下 如果Quantity是没有变的 纯粹是Pice level上升了 即是纯粹是贵了 但是你享受到的物品就没有多 这个我们就不会叫做Living Standard上升了 所以你如果纯粹看Normonal GDP的话 你就会很误导 即是你不知道它背后升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那些经济家就想到一个方法 他就尝试去撇除这个价格 对Normonal GDP的影响 那怎么撇除它呢 你保持价格不变 或者你永远用Base Year的那个 那你就只看到Quantity的影响 这个就是Real GDP的概念 所以我们看到Real GDP升了的时候 然后它背后的原因一定是因为Quantity 即是数量升了 就不会是因为Pice 价格改变的 因为我们保持它是Base Year的 那就是Pice不变 所以它Real GDP升了的话 一定是因为Quantity的数量上升 这个就可以令到我们更加清晰 去看到我们的Living Standard 到底是否有改变 比起这个Normonal GDP 那我们就计到答案就是112.1951 那我意思是在第二年 它的Pice Index 就比起第一年 就会多了12.1951% 那你就会看到我们用两种方法 计出来 我们虽然计到Pice Index是升了 但是它的答案是有少少分别的 那这个是绝对正常的 那只要用哪一种好些呢 那就是看回你需要的情况 这个就不能一概而论 那这条影片就纯粹教你如何计算 那如何去选几时使用哪个呢 那遲些可能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最后就再和大家重温多次 这个Larspius Index 和这个Perture Index的计算方法 那先由这个左边 Larspius Index 开始先 看看它的份子那里 它就是将每种物品的Pice乘Q 再加上它 那这里留意就是它的Pice 就是用CurrentEar的Pice 而Quanty就是用BaseEar的Quanty 而份母那里 都是将每种物品的P乘Q 加上它 但无论是Pice也好 还是Quanty也好 它全部都是用BaseEar的 OK 那你留意这里 其实无论是份子还是份母 我们永远都是用Fixed Basket 所以这个Quanty一定是用BaseEar的 OK 而这个Larspius Index 的一个Application 就是这个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中文就是这个消费物价指数 跟着就看这个Perture Index 那我们先看看右手边那里 那它份子那里 它都是将每种物品的P乘Q 加上它 但其实 无论是P还是Q 它全部都是用CurrentEar的 而份母那里 都是P乘Q 不过它的Pice 就用BaseEar的 而Quanty 就用今年那 所以你见到 这个Perture Index 它计算的时候 无论是份子还是份母 它的Quanty 就没有用过BaseEar的 那它全部都是用CurrentEar的 那它全部都是用CurrentEar的 OK 那这个Perture Index 它的一个Application 就是一个GDP Deflator 那这条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欢迎Like加Share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好C 好C